欢迎您收看智库简报 联盟蓝色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本周我想就工会问题提出三点观点 这在我之前的专栏中很少提及 首先 我想明确表示我是工会的忠实支持者 我认为工会对民主的有效运作至关重要 并在解决困扰我们40多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纽约时报的数据显示 相对而言不平等问题在卡特政府时期达到了最低点 当时最富有的1%人口仅占美国收入的10%左右 自1980年以来 这个比例一直在上升 直到2021年 最富有的1%人口控制着美国收入的19% 虽然这还不及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 但已经接近了 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 那个年代并不好 很容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当前关于美国走向的悲观情绪和愤怒与不平等问题直接相关 通过要求工人获得更好的工资和福利 工会可以减少不平等现象 缓解我们所面临的一些政治压力 第二 工会不仅仅是一时之选 而是已经持续了10年甚至更长时间 我们应该习惯这种情况 这个夏天发生了许多罢工或近乎罢工的事件 而且还会有更多 最近的就是汽车工人 他们威胁说如果没有就新合同达成协议 他们将在本周停工 很明显 经济中的权力平衡正在从企业转向工人 我可以写几篇专栏文章来解释其中的原因 包括轻工人的政府 拜登确实是自罗斯福以来最轻工会的总统 公众对于供给经济政策的疲惫 这些政策并没有给收入较低的人们 带来承诺的好处 还有 可能是最简单的解释 劳动力供应的变化 我已经多次说过 人口统治一切 我们当前的经济证明了这一点 每月的统计数据有所不同 但我们一直有大约两倍的职位空缺 而求职者的人数却不足 因此 即使我们能够将每个人都安排上工作 我们不能 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所需的技能 我们仍然会缺少数百万名工人 当劳动力短缺时 工资会上涨 雇主会试图吸引更多的工人 而工会则会拥有更多的筹码 重要的是 这种情况在短期内不太可能改变 至少在我们制定出更好的移民政策 以弥补迅速变成严重婴儿短缺问题之前 都不会改变 因此 从本质上讲 过去40年来 经济的钟摆一直向企业方向摆动 现在正开始向工人方向摆动 并且很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在那里 第三 工会有可能错过他们的机会 企业高管会争辩说 工会要求过高 要求太多 定义美国汽车工人工会的要求为例 但我认为 这里存在一个更大的问题 虽然大的要求可能看起来像是进攻 但工会往往只是在防守 他们几乎完全专注于保护现有的工作岗位和目前担任这些岗位的工人 而不是试图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和发展 从长远来看 这不是一个成功的策略 尽管它通常会产生短期效果 首先 工会参与度正在下降 今年年初 劳工统计局报告称 2022年 美国工资和薪金工人中有10.1%是工会成员 这比2021年的10.3%有所下降 尽管下降主要是由于总劳动力的增加 更重要的是 这个数字是有记录以来最低的 与1983年 可比数据开始收集的第一年的20.1%相比 不利可比 工会的力量在于他们的人数 而这些数字在很大程度上正在缩小 因为工会专注于保护他们所拥有的东西 而没有足够关注或投入足够资源来扩大他们的会员人数 其次 工会的要求有时让我想起了 关于坎努特国王命令潮水不要涨的故事 我们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 经济中存在着大的变化 技术改进 消费者口味的变化 当前的气候变化 这些变化迫使我们不管喜欢与否都要改变计划 以汽车业为例 由于我刚刚列举的这三个原因 该行业正在转向电动汽车 工会担心 由于电动汽车零部件 更少 无论是装配还是零部件制造 都将需要更少的工人 然而 这并不是一个阴谋性的企业计划来解雇工人 而是对地面上的事实做出的回应 否认这些事实 就像是在线坎努特的行为 美国汽车工人工会很可能最终会得到他想要的很多东西 但这只是一个更小的蛋糕中的更大一块 更好的长期策略是确保所有即将创造的新工作 主要是在电池制造领域 都是工会工作 威廉 蓝音师在华盛顿特区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担任国际商务学教授 评估加强的美约关系 外交关系委员会 本周 美国总统乔拜登访问河内 宣布将美国与越南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这是历史性的一步 越南追求多项外交政策 给予所有国家发展多样化和动态的双边关系 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其与外国国家最高级别的外交接触 河内已与中国和俄罗斯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但迄今为止 在提升与华盛顿的关系方面 犹豫不决 这种新的更高级别的伙伴关系 可能会促进两国之间的军事联系 并在诸如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加强合作 在结束对河内的访问时 拜登在一次创新峰会上 呼吁美国领先的科技和航空公司 扩大与越南公司的合作 但是 拜登政府因与越南加强接触 而受到人权组织和一些国会议员的批评 因为越南近年来的人权记录恶化 事实上 越南通过压制言论和迫害活动人士 成为最具压制性的政府之一 然而 与上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不同 这样的批评似乎不太可能影响双边关系 现在 白宫认为越南在战略上太重要了 这种双边关系的重大进展 可能是对越南对中国在该地区行动的日益关切的回应 以及越南东盟邻国 菲律宾和新加坡除外对北京活动的回应 越南主要关注中国在南海的侵略行为 越南对南海拥有竞争性的领土主张 与此同时 其他东南亚国家如老挝和缅甸越来越倾向于中国 最令人担忧的是 条约盟友泰国 目前尚不清楚在与中国发生地区冲突的情况下 美国是否可以依靠曼谷 然而 越南决定加强与美国的关系 并不意味着放弃其多项外交政策 越南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中国 要解开两国经济的纠缠将是困难的 越南也没有在乌克兰战争后抛弃俄罗斯 莫斯科在越南战争中支持河内 并长期以来一直是其主要的军火供应国 正如纽约时报最近报道的那样 尽管可能面临美国的制裁 越南计划购买一批俄罗斯武器 因此越南与美国的新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表明双方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加 但这并不意味着河内将从其其他历史伙伴那里撤退 就像东南亚其他国家拒绝在日益激烈的美中竞争中 选择一方一样 越南将继续保持压住 如果你的孩子看不懂这句话 感谢教师工会 发现机构 据纽约时报的大卫 莱安哈特在他的通讯中报道 2022至2023学年 接近10%的K12学生在平均每天都没有上课 四分之一的学生经常缺席 这比COVID之前的比例要高得多 莱安哈特认为 换课上升的最大原因似乎只是学生们 已经不再养成每天上学的习惯了 可以称之为COVID封锁的一个无益的副作用 孩子们被剥夺了全面的教育和结构 教育周刊在6月份报道称 随着疫情的持续 越来越明显的是 儿童最不可能因COVID-19而患重病或死亡 并且他们在网课和长时间的孤立中 遭受了重大的学术和发展打击 要感谢教师工会 当COVID爆发时 工会领导人并没有要求将教师归类为重要工人 这是人们所期望的 相反 工会支持远程学习 尽管关闭教室必然会剥夺学生们丰富的学习经历 尤其是那些没有高等教育的工作父母的孩子们 事情本来不必这样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从未强制要求广泛的无限期学校关闭 2020年 CDC的指南建议学校关闭2-5天 而且只有再有暴露者在校园内 或在感染率高的地区时才关闭 正是兰州的民主党人和地方官员恐慌并关闭了公立学校 得到了工会的支持 在包括加利福尼亚在内的许多地方 孩子们近一年半的时间都没有进过实体教室 斯坦福大学流行病学家 结一 巴塔查理亚告诉于彼得 罗宾逊的非常规知识博客 这样做的后果是深刻的学习损失 巴塔查理亚是大巴林顿宣言的合著者 该宣言警告称 Covid封锁将导致未来几年更多的过度死亡 工人阶级和年轻人将承担最重的负担 他告诉罗宾逊 封锁只对一个群体有利 笔记本电脑阶层 他们能够轻松地转向在家工作 而这对许多服务业工人来说是不可能的 好消息是 政策专家们知道封锁对孩子们是失败的 坏消息是 所以他们谈论的重要性 是不要对那些实施破坏性封锁的人进行评判 而是要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 我认为 现在是反思和对这些决定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因为将来可能会有其他原因导致关闭 我们只是想从中吸取教训 公共教育改革中心主任罗宾 莱克告诉教育周刊 我们不需要对做出这些决定的人进行评判 但我们肯定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我不知道如果我们不进行评判 我们如何学习 莱昂哈特指出 加利福尼亚是一个友好封锁的州 出现了高的旷课率 你可以在全国各地看到这种情况 对于健康和年轻人来说 待在家里是一种美德的错误观念 那么谁还需要每天去上学呢 推动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贸易和经济参与 亚洲协会 印太地区的国家正在积极寻求 加强经济增长 发展 供应链弹性和创新能力 因此 他们都在寻求与美国和中国加强经济联系 许多国家更愿意与美国更紧密的结盟 但他们对华盛顿在贸易协议方面兴趣的下降 感到失望 此外 他们发现越来越难抵制 中国加强经济联系的积极努力 拜登政府通过印太经济框架 IPEF 推动与该地区的贸易增长 然而 迄今为止发布的 IPEF成果 在供应链支柱方面 只是迈出了一小步 强调过程而非实质 此外 IPEF在其他支柱上的持续谈判 不包括像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 阿森克中那样的可执行条款 这将使美国能够为其农民和工人 获得额外的市场准入 或主动塑造供应链决策 这一遗漏引发了一个问题 即最终的 IPEF协议是否会被认真考虑 作为中国提供的更全面贸易协议的替代方案 坦率地说 如果美国不采取更大胆的举措 我们将冒着成为旁观者的风险 而我们的伙伴们 则在他们之间和与中国一起加强供应链连接 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这将严重削弱美国的长期经济 国家安全和地人政治影响力 中国积极的贸易议程 应该在美国政策制定者中 引起更大的紧迫感 以加强我们在该地区的经济参与 正如一带一路倡议时 中国在全球发展 基础设施和安全目标方面 获得了战略优势一样 中国对区域贸易协议的追求 也威胁到供应链和经济安全 此外 该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 对中国经济依赖 北京方面就越容易利用经济胁迫 来实现广泛的地缘政治目标 中国最近的贸易成就中 最重要的是15个成员国的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协定 该协定于2022年生效 根据RCEP 成员国之间的新关税减免 每年生效一次 使这些国家 在与中国的更紧密一体化的持续道路上 更多的经济体正在寻求加入RCEP 孟加拉国和香港 最近宣布了他们的兴趣 随着不断增加的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减免 RCEP的影响将继续增长 对美国利益的损害 将进一步加剧 而CEP只是中国雄心的开始 事实上 北京正在积极寻求 加入全面与进步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这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 由美国塑造的协议 尽管美国政策制定者 对此抱有幻想 但许多CPTPP成员 似乎对中国的加入 持积极态度 如果中国在加入努力中取得成功 它将实现一个 超出其梦想的战略胜利 美国不仅未能实现其最初的目标 即在没有中国的情况下通过该协议 制定区域标准和规范 而且中国将能够翻转局面 利用CPTPP制定区域标准和规范 而不需要美国 除了RCEP和CPTPP 中国还在其他方面进行了积极参与 这种参与包括与新西兰 新加坡 韩国和智力之间的数字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 中国还致力于升级与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的贸易协定 重点关注数字贸易和绿色经济等新兴问题 对这些和其他协议的成功谈判 可能会推动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 投资和供应链连接 事实上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 已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 从2017年到2022年增长了64% 鉴于RCEP的实施 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联系趋势 很可能在缺乏美国政策变化的情况下 继续加强 尽管美国在过去十多年里 没有达成新的全面市场准入贸易协定 但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 大部分国家的首选贸易伙伴 而且其主导地位还在不断增长 鉴于上述情况 美国必须加强与这个充满活力的地区的经济和贸易参与 远远超出目前的IPEF谈判 美国可以采取几种途径实现这一目标 但没有一种途径是容易的 或没有政治和实际挑战的 以下讨论旨在提出关键选项 以启动关于哪种路径或路径值得追求的讨论 美国在印太地区加强经济参与的下一步选项 重新加入重塑的CPTPP 美国在印太地区加强经济参与并提供对中国雄心勃勃的贸易议程的真正替代方案 最直接的方式是加入CPTPP 当然按照目前的形式加入该协议并不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选择 也无法实现美国的经济和战略目标 鉴于此 我们建议美国寻求更新和重新谈判协议的核心领域 正如我们在之前的报告重塑TPP 可能促进美国重新加入的修订中所概述的那样 该报告确定了12个具体领域 美国可以与其伙伴合作 以现代化CPTPP并解决关键缺陷 借鉴了从Uthens card的成功谈判中获得的经验 以及其他更近期的发展 美国需要在关键领域进行谈判变更 例如原产地规则 以便只有协议各方授意 以确保其不成为中国内容的后门 加强劳工和环境方面的规定 在数字贸易和知识产权等领域更新规定 并在供应链和经济胁迫方面增加新的章节 通过CPTPP而不是IPEF来实现 美国在劳工、环境和数字贸易方面的目标的一个好处 印太国家在更深入和更全面的协议中 更有可能做出有意义的承诺 并承诺市场准入 这些承诺还将未将供应链联系在一起 提供实质性的激励 而这在当前版本的IPEF中是缺乏的 总体而言 我们从广泛的美国政策制定者 利益相关者和贸易伙伴那里 得到了非常积极的反馈 人们似乎越来越认识到 美国在应对中国雄心勃勃的区域议程方面做得不够 此外 许多担心中国影响力增长的该地区国家 表示愿意修改协议以满足美国的需求 另一方面 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指出 与CPTPP相关的政治包袱是推进这一方法的障碍 因此 尽管我们仍然认为重新谈判 CPTPP是首选方法 但我们也认为 美国应考虑其他实现类似目标的方式 我们在这里概述了三个额外的选项 开始第二阶段IPEF谈判 美国与其他13个伙伴一起努力 在2023年11月之前完成IPEF谈判 以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 在旧金山同时举行 谈判似乎基本上进展顺利 可能除了贸易支柱的 更具争议性的方面 如数字贸易 与如此多样化的国家 进行具有影响力的协议谈判并不容易 IPEF谈判人员应该因为他们 在5月份在供应链工作方面的重要成果 而受到赞扬 尽管如此 供应链的结果 虽然是一个有用的第一步 但范围有限 如果这是对IPEF其余部分可能包含的指导 我们可以预期在其他领域 也会有有限的结果 这位美国打开了一扇大门 可以在协议中注入更多的雄心 并以此为基础 通过在APEC领导人峰会之后 领导第二阶段IPEF谈判 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参与 供应链工作可以从一个 不涉及特定行业的方法 转变为专注于最关键领域的行业谈判 例如美国可以在关键矿物质等核心新兴技术领域 追求具有实质性承诺的谈判 或者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 出现问题的与健康相关的产品领域 该支柱中进一步工作的其他想法 包含在最近的ASPI问题论文 通过印太经济框架 IPEF加强区域供应链弹性中 同样 贸易支柱可以扩大 包括传统上在美国协议中 找到的知识产权 服务和工业标准等条款 一个值得强调的领域 是减少非关税壁垒和建立共同标准 这些被低估的措施 在促进贸易 投资和供应链一体化方面 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重要的是 美国还可以提议在第二阶段 解决市场准入问题 这在目前尚未讨论 这样的谈判 对于防止美国在努力 在该地区各个领域之间 建立供应链联系方面 进一步落后至关重要 例如 考虑到在越南设立工厂的企业 需要关键的电子元件 作为最终生产的输入 在当前的关税率下 决定从中国以0%的关税 而不是从美国以35%的关税 购买这些元件 将是一个毫无疑问的选择 这正是为什么 需要市场准入谈判 来改变这种动态 然而 鉴于敏感性 美国可以考虑以渐进的方式 进行市场准入谈判 例如 华盛顿可以与其伙伴合作 在针对性行业 如关键矿物 清洁能源 或医疗相关商品 中消除或减少关税 这将有助于加强 美国与志同道合的国家的供应链 鼓励新伙伴加入 阿森卡 增加该地区参与的第三种方法可能围绕着 扩大最受欢迎的美国贸易协议 阿森卡展开 该协议在美国仍然得拉比们拒绝考虑 重新审视亚美尼亚大屠杀的行为令人羞愧 美国企业研究所 贫民窟 种族灭绝 大屠杀等表达方式 不适合成为任何政治争议中使用的术语 欧洲拉比中心在9月6日宣布 这份有50位拉比签署的声明 谴责亚美尼亚对阿尔查赫持续暴行的警告 让许多人感到困惑 原因有三 首先 许多犹太人从未听说过欧洲拉比中心 这个组织确实存在 但主要代表的是欧洲犹太社区的一个哈希德派分支 其次 这个组织的姿态缺乏研究 这些拉比们没有访问过亚美尼亚 更别说阿尔查赫了 后者是内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居民 在苏联解体时建立的自治共和国 最后 这些拉比们似乎对阿塞拜疆如何利用他们的声明转移 对持续屠杀的注意力漠不关心 事实上 这些拉比们的声明似乎是过去的遗留物 几十年来 各种犹太组织反对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 因为他们认为在大屠杀之前承认种族灭绝 会削弱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的独特性 著名的犹太或以色列利益团体 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PEC 美国犹太委员会和反诽谤联盟 在国会投票之前就悄悄地干预国会议员 以阻止亚美尼亚大屠杀决议的通过 直到2007年 七位犹太民主党人打破了惯例 投票支持该决议 同年 反诽谤联盟在新英格兰地区解雇了区域主任安德鲁 帕尔西 因为新英格兰分部承认了亚美尼亚大屠杀 但全国主席阿贝 福克斯曼在全国范围内的骚动之后 又重新雇佣了他 许多犹太社区内的人开始认识到 亚美尼亚大屠杀和大屠杀既可以是独特的 又可以共享共同的特点 过去的迫害 不需要让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相互对立 也不需要迫使他们否认 像欧洲拉比中心这样的组织在教育和保护 对大屠杀的记忆方面是正确的 但他们对亚美尼亚大屠杀的了解却是无知的 他们也显得胆小 虽然亚美尼亚的犹太社区在增长 但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的犹太人却在流失 这两个国家的独裁政权 喜欢在博物馆中展示犹太代表 但数字不会撒谎 阿塞拜疆的犹太社区在独立时大约有4万人 但自那以后已经减少了75%以上 亚塞拜疆经常提到 亚美尼亚与纳粹德国的合作是非常愚蠢的 的确 一些亚美尼亚人之所以选择与纳粹合作 并不是出于对犹太人的敌意 而更多是为了破坏苏联 如今 安妮 弗兰克的日记在儿童图书馆中广泛流传 亚美尼亚人庇护着逃离俄罗斯 乌克兰 阿塞拜疆和伊朗的受迫害的犹太人 加剧这种愚蠢的是 阿塞拜疆不愿意解决自己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合作 以及阿塞拜疆军团屠杀波兰犹太人的历史 当阿塞拜疆接待外国拉比时 这种愚蠢尤为严重 伊尔哈姆 阿利耶夫总统无视自己父亲 在阿塞拜疆担任克格勃局长和苏联领导人利昂尼德 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局成员期间压制犹太人的历史 拉比们应该真是知识 而不是以无知为基础发表声明 他们可能认为与贫民窟的比较是肤浅的 但他们怎么知道不是呢 阿塞拜疆通过封锁该地区将亚美尼亚人困在阿尔查赫 经常逮捕那些试图离开的人 人们挨饿 如果阿尔查赫就像二战时期的贫民窟 那么拉比们的否认主义又是什么呢 最好的情况是 他们变得像富兰克林、罗斯福 对大屠杀的现实视而不见 最坏的情况是 他们成为施暴者的有用的傻瓜 至于种族灭绝 拉比们还能提出什么其他术语来描述 不仅是对一个民族的消灭 还有对他们存在的任何物质证据的消灭 阿道夫、希特勒之所以引用亚美尼亚大屠杀作为灵感 是有原因的 当前的事件能够脱离上百万亚美尼亚人 被消灭的背景来看吗 这是阿利耶夫和埃尔多安总统嘲笑和否认的事件吗 欧洲拉比中心让自己难堪 与其发表空洞的声明 也许这些拉比们应该试着去阿尔查赫参观一下 让我们希望亚美尼亚大屠杀博物馆和阿尔查赫政府邀请他们 如果阿塞拜将阻止他们访问斯杰·潘纳克尔特 也许这些拉比们可以问问为什么 揭穿电子烟导致爆米花肺的谣言 Risen Foundation 爆米花肺正式称为支气管小叶闭塞症 是一种导致废弃到不可逆性狭窄的疾病 这种罕见的病症最初在2000年代初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因为微波爆米花工厂的工人中出现了一系列病例 近年来 新闻媒体经常声称爆米花肺与西石尼古丁的电子烟有关 但是爆米花肺和电子烟之间真的有联系吗 以下是您需要了解的 关于爆米花肺 其潜在原因以及疾病与电子烟使用之间 是否存在联系的真相和虚构之处 什么是爆米花肺 支气管小叶闭塞症或称为爆米花肺 是一种罕见疾病 支气管小叶肺部最小的气道变得发炎 并最终被斑痕组织阻塞导致呼吸困难 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 虽然有治疗方法 但患者的愈后通常较差 爆米花肺是有什么引起的 该疾病与许多医学和环境因素有关 大约有一半的肺一致患者 在五年内会以某种程度发展为支气管小叶闭塞综合症 该病的另一个主要危险因素 是接触各种行业和职业中使用的 有毒可吸入化学物质 该病与微波爆米花有关 因此得名 在2000年代初 密苏里州卫生当局报告了 巴黎支气管小叶闭塞症病例 所有患者都报告 曾在同一家微波爆米花工厂工作 在分析该工厂和现任工人后 研究人员发现 在生产过程中 与加入调味剂的加热油槽周围工作的员工中 患病风险最大 研究人员确定了调味剂二乙仙基义酸酯 黄油味混合物中最主要的化学物质 是导致工人肺部健康状况不佳的可能原因 什么是二乙仙基义酸酯 二乙仙基义酸酯是培养的乳制品和发酵产品中的一种天然化学物质 天然和人工二乙仙基义酸酯都被用作调味剂 赋予各种包装食品其黄油味和香气 包括一些调味咖啡豆 人造黄油 烘焙喷雾 零食和糖果等 尽管被认为是安全的食用物 但在过去20年的动物实验中发现 吸入二乙仙基义酸酯对肺部健康有害 这是因为二乙仙基义酸酯在气态形式下刺激气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足够高的暴露水平 这可能会引发肺部炎症 损伤 斑痕组织肌肋和肺功能受损 尼古丁电子烟含有二乙仙基义酸酯吗 在尼古丁蒸汽技术的早期阶段 一些品牌和口味的电子烟被发现含有二乙仙基义酸酯 特别是那些打算具有黄油或奶油味和香气的产品 潜在的危险 首次在2014年的底下研究中被发现 该研究发现在160种电子烟产品中 近70%的产品中含有二乙仙基义酸酯 紧随其后的是2015年的一篇论文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其中报告称 在他们测试的51种电子烟口味中 有39种口味中发现了二乙仙基义酸酯 由于吸入二乙仙基义酸酯 与支气管小业闭塞症之间的已知联系 这些发现立即引起了卫生当局 电子烟消费者和电子烟行业的广泛关注 作为回应 世界上许多地区的行业 自愿将二乙仙基义酸酯作为调味剂移除 一些最大的零售商迅速向对接触 二乙仙基义酸持谨慎态度的消费者 推出无二酮电子液体 政府也采取了行动 例如英国 澳大利亚和欧盟等国 禁止在电子烟中使用二乙仙基义酸酯 这些措施导致含有二乙仙基义酸酯的 电子烟产品显著减少 在2021年那项研究中 加拿大研究人员测试了825种电子烟 发现只有两种产品含有二乙仙基义酸酯 而在2018年之后收集的样本中 没有发现含有二乙仙基义酸酯的产品 电子烟会导致爆米花费吗 关于吸食电子烟是否直接导致爆米花费的观念的持续存在 促使包括加拿大卫生部 新西兰卫生部和英国卫生安全局 在内的几个卫生机构澄清 没有证据表明二者之间存在联系 像英国癌症研究机构和经验协会 这样的独立慈善机构和研究机构 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 然而这个谬论仍然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新闻头条中 值得赞扬的是 华盛顿邮报至少在2019年发表了一篇揭穿这个谬论的文章 这些误导性的标题与反烟组织继续宣传电子烟与爆米花费之间的虚构联系同时出现 作为支持对电子烟实施更严格政策的理由 但是与令人恐惧的标题所声称的相反 没有证据表明电子烟会导致爆米花费 事实上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相反的结论 首先 随着过去15年电子烟使用的普及 人们会预期两者之间存在相关性的爆米花费病例的同时增加 新闻媒体不时报道声称 由稀释电子烟引起的爆米花费的个人 但没有一个被证实 卫生当局报告没有支气管小业闭塞症的增加 一些国家的卫生部门如加拿大的卫生部 甚至承认他们国家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例确认的与电子烟相关的爆米花费病例 更重要的是 如果稀释尼古丁电子烟会增加爆米花费的风险 那么爆米花费与传统吸烟之间的联系应该更加明显 传统的可燃香烟含有二以仙记忆酸脂 比早期电子烟中发现的含量要高得多 而后者在自愿行业变化和政府对电子烟中二以仙记忆酸脂的禁止之前 例如2015年的哈佛研究发现 测试结果呈阳性的样本中 每个电子烟烟蛋平均含有9微克的二以仙记忆酸脂 而可燃香烟中每支烟含有约336微克的二以仙记忆酸脂 这意味着每天吸食一个烟蛋的人 暴露于仅有9微克的二以仙记忆酸脂 而每天吸食一包烟的人 暴露于超过6700微克的二以仙记忆酸脂 比吸食者暴露的二以仙记忆酸脂多750倍 然而吸烟与爆米花费之间的联系尚未出现 事实上在对爆米花工厂工人进行初步研究时 研究人员观察到那些报告吸烟的员工 比不吸烟的员工显示出更少的支气管小业闭塞症迹象 如果吸烟者由于香烟中的二以仙记忆酸脂 而没有更大的爆米花费风险 那么为什么你固定吸烟者 在暴露于比吸烟者少几百倍的 二以仙记忆酸脂的情况下会有患病风险呢 答案是他们没有 吸食电子烟会导致爆米花费的谬论 之所以继续困扰电子烟的讨论 部分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观念 关于个人据称因争议产品如电子烟而生病的悲惨故事 会成为引人注目的新闻标题和反烟倡导者的素材 但是缺乏确凿证据的事实 反驳了吸食电子烟导致爆米花费的观念 电子烟可能不是没有风险的 但事实是它们比吸烟安全的多 而与吸食电子烟可能相关的任何风险中 爆米花费不是其中之一 本文最初发表于Risen Foundation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册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